但是五年了 近一年爛桃花五次 對 我每次都遇到這很奇怪的耶 像有一個就是 什麼都會紳士男這一個 就是他跟我出來的時候 都對我滿好的 然後很體貼 還會幫我開車門 然後就是 就是我覺得每次跟他出去 都滿有面子的 對朋友 然後也都很大 體面的外表 對 都很大方 而且重點是 一群朋友出來吃飯 我覺得他可以跟我每個朋友 都很聊得來 所以我就 對 我就覺得說很棒耶 就是什麼領域 什麼工作 他都可以說 所以我就覺得出來自然就有 私事座 我自己又覺得很有面子 不是 雙魚座吧 郭哥講的 什麼都可以聊 不是雙魚座 私事座 是天秤座 對 然後呢 不是啦 那個男的啦 是天秤座 天秤座外貌一定OK 就是都…而且很難聊 逸祥也是天秤座耶 他保住互通 然後後來有一次就想說 就是其實出去吃飯很多次 然後朋友大家也都見過了 就開始好感一直往上累積 那一次是有一天晚上 就我朋友他生日 我想說好像沒有跟他 一起出去喝過酒 那我想說那帶他一起去好了 反正那一群朋友 他們都已經見過了這樣 就喝了幾杯 他馬上就醉了 醉了還沒有關係 我覺得他讓我覺得超丟臉 因為我們包廂 其實女生大概有十幾個 就是女生比較多 男生大概才五個 可是他就是 很誇張喔 他就是說我喝醉了 然後就這樣靠著 然後就鎖著還這樣子摸 對 然後摸到其中有一個是 有男朋友有在現場 男生都生氣 就說妳這帶什麼朋友啊 差一點要扁他 對 可是他還在喝醉 而且他醉的時候 還講一些醉話 就是說怎麼樣 我就是有錢 你們有什麼 就開始講一些很瞧不起人家的話 酒後七派啦 酒品就很差 酒品很差 對 就那一次才知道 他真的的人格其實就是這個樣子 酒品就是人品啊 壓抑的東西整個爆發出來 對 很恐怖 就跟之前完全看到是不同的人 妳跟人家第二個出去 正攻小三 妳去跟人家交談啦 不是… 是這個男生也是追我追很久 追了大概一年多 然後一年多之後我就覺得 好像真的應該給對方那些機會 然後就想說好啊 那就開始真的跟他約會 看電影這樣子 但是後來覺得 真的跟他相處之後 也是覺得他很奇怪 就常常會有一些時間是找不到他的 可是他就是會說 我去…健身 然後我手機放在那個置物櫃 我找了好久 原來是吊在健身房 他會講這種 電話願意讓你看一下嗎 我不會主動 現代人手機不經查啦 不經查 你不要像郭哥老師級這種人物 他一查也是離婚 什麼 怎麼會聊到這裡 怎麼會聊到這裡 不是你好朋友嗎 好朋友 對 這邊… 對 但是因為那時候是約會的狀態 還不能說就是查人家手機 這樣有點太奇怪 很怪 後來就是快到聖誕節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他要帶他的家人 就是他們要去加拿大 然後就是大概是跨完年之後 才會回來 我就有說好啊 結果在跨年那一天 我在一家餐廳 跨年不是會看煙火 我們就會走到路上 然後去看煙火 在那個當下我一轉身 我看到那個男生 他給妳驚喜喔 好浪漫 他摟的另外一個 她其實一直都 說他要去加拿大 原來 對 她是有女朋友的 妳有跟那個對方 那個女生講話嗎 因為我… 對 我就覺得說 就打電話叫我去 可是我有直接就是看著他 他也有看到我啦 老人來就來 就是瑪莉亞也很沒面子 妳打電話叫我去 我去演那個小三啊 我去演那個小三啊 那個女生一定沒看過妳嘛 我去演妳嘛 對不對 有事嗎 OK… 來…郭哥 妳這邊妳的角度 很清楚了嘛 妳看這個夏宇童 這個直接就展現獅子座的 對不對 妳可以學一下天蠍座 把對方祖宗十八代 都已經調查清楚 妳是怎麼看 我之前是覺得 因為我之前有認識巨蟹座 可是我覺得他真的 這是真的 因為巨蟹座真的很貼心 所以多管前男友們 都會滿想念我們的 因為分開一定都會有一個 那個陣痛期啦 而且那個時候的狀態 還是我跟他提分開 然後當時他也是不願意 但是他是被我說服的 就是巨蟹好像就是這樣 就是他當下雖然不能接受 但是他會聽對方講 如果我真的不要 他真的就是會放手的那種 可是我們後來中間一段時間 可能快半年沒有聯絡 可是我們在聯繫 是我聯繫他 主要是因為我要問他 我要找一個朋友聯繫方式 我們因為這樣聯繫他開始關心 妳最近生活怎麼樣啊 然後後來有一次是他直接說 不然妳現在男朋友 妳可以帶出來 我們可以出來吃飯 然後他還在單身喔 他那個時候是跟我分開說 他還在單身 但他就是真的就是像朋友 然後會跟我說 我覺得妳男朋友 其實人還不錯耶什麼…的 所以妳真的有帶現任 去跟他吃飯嗎 因為他說他很OK啊 他就很積極 可是妳現任的男朋友 會願意跟前男友吃飯嗎 可是我們就老實說 就透明話 我覺得好像就好嗨 好像就好嗨 不是說今天整天都沒吃東西 對 我之前就有一段感情就是 反正對方 對方我還記得是天蠍座 然後他就是有一天沒來由的 當然我們還是有先吵架啦 對 但是他就突然有一天就跟我說 反正就先這樣 我不想講 先這樣 就掛了 然後我想說那先這樣是怎樣 然後他就不接電話 我就開始瘋狂打電話給他 不是妳的 不是 因為他沒有說分手 先冷靜一下不行嗎 不是那種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妳現在不開心 妳要告訴我原因 我現在是做哪一件事情 讓妳不開心 獅子 真的是這樣嗎 準不準啊 我沒有碰過 我沒有碰過獅子座的男生耶 真的沒有碰過 妳是獅子座女生啊 對啊 差點把自己的人生說出來 來… 獅子座的 我覺得雙魚座 他就是有一種魅力 然後他的 他的魅力 他的魅力就是 他會讓他的就是 男朋友周遭的人都會很喜歡他 他不用像金牛座 還要送些什麼禮物 是不用 因為我當時我有一個朋友 他男朋友的前女友就是雙魚座 可是他就說 就他們在一起那兩年他很痛苦 因為譬如說他媽媽生日 男友的媽媽生日 他去那個聚會 他的男友的爸媽會包紅包 給他的前女友 前女友也不是他男友叫來的 有的是他爸媽說你要叫他來 然後他的姐姐也很喜歡他 然後有的是過年的時候 然後他的就是兒子 就是他姐姐兒子就講說 那個我想要跟那個姐姐玩 就講他前女友 就是雙魚的那個名字 對 然後甚至他們就後來 因為姐姐跟媽媽都跟他很好 他們可以三個人一起出去玩 結果回來的時候 他還特別就是買了一個程式杯 叫他姐姐拿給 就我朋友的現任 就男友就說 這個他每次都說要收集 這個他沒有去過 你送給他 就是會有這種小動作 然後他的我朋友就會很辛苦 就在一起 大概有五年的時間 都是在這種陰影之下 然後五年分開一陣子之後 後來就是跟他一直不斷溝通 然後現在才結婚 看名次了啦 再來就看那個鞋子的版子 等一下再來看名次 好 第一個 柔情馬子狗 這是我講 因為我認識鞋子的時候 鞋子甚至還沒成年 就爸爸媽媽帶著他 到台北來比賽幹嘛 你就從小就看得出來說 這個孩子是很孝順 然後第二個是跟家裡的關係 非常好 第三個是他是一個很溫柔的男生 我記得他年輕的時候 演過一個西街少年之類的對不對 就演西門町那種壞小孩這樣 他連耍狠的時候 他都是溫柔的 就不狠 不是演得不好 不是演得不好 爪痕還有溫柔 是他的 再這樣子 那我要把你們全砍了 沒有啦 手沒有這樣啦 是他的眼神很溫柔 所以雖然說他跟 雖然說在這個 在離婚界他是我的學弟 可是我會 我會願意相信說 我會願意相信說他講的就是 那是兩個人建立的關係 並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認為鞋子是一個 非常溫柔的好男人 他是真的不錯 但是有時候會稍微太震驚了一點 顏色 再嚴肅了 如果再把嚴肅放掉一點的話 我覺得他就真的很完美 OK 他這個就不是刀念或什麼 而是什麼 兩個字你們一定同意 有一點婆媽 有一點婆媽 對… 口口罰 罰很多啦 對啦 罰多一點 雜人個性 碎唸王 來了… 碎唸王誰說的 大家不要被他的外貌給騙了 因為他就是有個婆媽的個性 就像憲哥講的 就是你不管做什麼事情 他一定會碎碎唸 所以會讓你碎到受不了 為什麼一次就沒了 會有第二次嗎 你知道嗎 不是啊 你做好我就不會念你 對啊 所以說他就會 但你要用關心去 去用另外一種方式去講 我還不夠關心跟包容嗎 但你就要用另外一種方式 你不要太直接 所以你就因為念了就這樣子 是不是 好強喔 所以一定要慢慢…去講 去告訴他 而不是 所以… 多久以前的事 所以你們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對 微軟一點 OK 十大好男人之慣 對 因為我其實是在 偶爾 我自己沒聽過 我本身沒有在這個榜上 沒有 沒有 是 吃味 主要針對離婚的人 沒有… 是因為賢詩哥他給我的感覺 就是他脾氣很好 個性很好 他一切都很好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是 剛剛在 就是之前在那個舒嬅間的時候 他看到我 他對於我一個這麼不紅的藝人 他還會很主動的就是跟我說嗨 就非常的親切 他不知道你名字是誰 對啊 因為他剛剛已經 他這麼親切 他看到照片 他以為是郭彥甫 有一點笑耶 不會啦 上一次就有碰面了 對啊… 緊張的時候到了 來… 第一名跟那個 來 我們兩個一起 妳撕一個 我幫妳撕一個 好 Apple的排名 1 2 3 孫先生 謝謝 然後舒宏是第三名 謝謝… 因為我覺得協志哥的形象很好 然後即使他有離過婚 但我覺得 對 但我覺得就是他對老婆好 然後對他的員工好 因為他對Lammy Girls也好 他一定對他自己家裡的小孩 老婆一定會更花心思 更花心 好男人喔 來 妳兩個可以一起 來 我幫妳撕下面 1 2 3 謝謝 又是第一名 謝謝… 季生宏 何生志 我為什麼給協志哥第一名 也是因為我之前跟他出外景 那是我第一次其實就是正面 就是碰到他這樣子 正面 對 就親面就是碰到他 我已經講到我都開始冒汗 我從現在從先這個 哈囉… 而且還是真… 他其實非常貼心 他可能忘了 那時候我們在飯店 然後反正搭東西 行李什麼很多 然後我又拿東西 拿包包什麼一大堆 他就是走到我旁邊看到我 快要就是沒有手 他直接就是直接幫我們幫 這個超佳分的 對 他可能忘記了 但是他這個小動作會讓 妳好貼心喔 根本就暖男了 而且他是受不了 女生跟他撒嬌的人 所以如果你是他老婆又會撒嬌 你應該會非常好命 對 但小愛這個 天堂跟地獄 對啊 天草恐人 那我們就直接看一個… 一個巴拉 1 2 3 孫紅 為什麼 你必須啦 第一名就不要再睡去 Yes… 那劉書宏為什麼 在綠茶大飛伯彥這些爛貨之後 Yes 不是 因為我對那個書宏 是真的不認識他 然後以我就是對他 就是外表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應該是一個 女人緣很好的男生 所以如果他當我老公的話 我以後會很擔心 他的女人緣很好 因為他就是長得帥帥這樣子 好… 再來就LaLa囉 好 E3 比那都可以啦 第三名 又是第一 太強了 太強了… 我懷疑 今天 今天幾位只好 是不是妳的 離婚紀念 沒有 因為腸子不乾淨 對啊 那還沒 謝謝… 真的很暖耶 有一次我在臉書就是 只是發一個表情符號 就是哭哭的臉 他就立馬私訊我說 最近怎麼了 還在想過去的事嗎 人生沒有什麼好想不開 就一直開導我 後面還有嗎 星海羅盤 然後妳要不要過來 有機會 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就是很難過 而且是半夜再去吧 這叫承虛而入嘛